爸爸早安囉 媽媽 媽媽今天生日妳有沒有說 媽媽 媽媽 生日快樂 媽媽 可愛吧 耶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生日沒有吹蠟燭耶 沒有吃蛋糕 前兩天有啦 對 提前暖瘦的時候有 我們吃我過的時候有吹啊 祝妳生日快樂 耶 祝咪 我愛妳 我們也愛妳啊 真的很抱歉 我們家真的沒有什麼過節的這種 儀式性的東西 全家最會弄的就是我 結果我生日就沒有人弄 這樣是對嗎 就至少給我一個蛋糕或者是什麼啊 蛋糕 我們改進 我們會改進 大家很開心在我生日這一天 我們四個人可以在一起 嗯 妳有沒有說拜拜 祝祝 拜拜啊 拜拜 OK 生日快樂 媽 我兒子去買蛋糕給我耶 你11點10分 我已經睡了又醒 就是你剛剛就突然說 你人生沒有一次生日是沒有吹蠟燭 沒有吹蠟燭 拍完剛那段的之後 開車回去 我在淡水樹的地方的時候 沿路上覺得應該要買個蛋糕啦 因為我就覺得 如果今天真的已經超過12點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我的後悔一年 然後那個時候傳去一個燈 我買蛋糕 你在門口跟我集合 而且沒回 所以就睡著了 抱著你妹睡著了 很感動 晚上11點多還有蛋糕可以吃 那你以後要改進 好 剛剛有啦 剛剛你爸有在懊悔 你走了以後他要哄你妹睡覺 然後他就跟你妹一直講說 唉我今天沒有準備蛋糕給你媽 我真的很不應該 然後我就睡著了 我跟妳妹懺悔 我也偷冰到啦 然後我就每年都要吹蠟燭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我終於可以吹蠟燭 耶 生日快樂 耶 剛剛人們的ending也很沉重 但是現在就是轉接 transition一下 就覺得應該要一個真正的一個蛋糕 我覺得是一個tradition吧 繼續下去 我自己真的是不愛過生日 或是不愛過節 我也不喜歡出去人擠人 可是我覺得家人們真的要聯繫感情 平常大家都太忙了 真的唯一你只能靠節日 不要忘記彼此共同創造一些回憶 你進入我們家的時候 真的大家都熱絡很多啦 但其實我們家原本 我覺得偏冷吧 我跟Dad 個性某方面來講其實蠻像 在家裡就其實不怎麼講話 關於愛 都是出自於行動 不會真的講出來 但你一進來了之後 大家就變熱絡起來想 會更注重我們家人相處的細節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